哈囉大家好,我是HoneyKai和Honey的第二個頻道 今天我們要來分析跟獵人合作的全新限定角色,奇牙 這棟坦白我覺得對他有點小小的失望 因為我現在看完他所有的資訊你就發現 他不是一張很必要的角色 那他的出現只是為了搭配我們小潔 去做一個雙隊長的隊伍技能 所以他的獨立性並不大 那如果說你沒有抽到小潔的話 我覺得奇牙就不用抽了 因為他的鼠動技能其實也沒有很有特色 那他的隊長技能也太多可以取代他的 好,我們就話不多說來為大家做介紹吧 那他這一次就跟之前我們的變身系統一樣 CD8就可以變身 那變身他有附帶一個效果是 可以迴避首個敵人的首次傷害 那如果說你需要遇到一些敵人士 這個可以有一些技術上的搭配 敵人士那種必殺的那種很高攻擊力的話 你就可以用奇牙去擋掉那個傷害 好,那他變身之後他的隊長技能就會變成 攻擊力5倍,人類的攻擊力5倍 以及生命力1.3倍 並且首批消除一種屬性珠的時候 那個屬性珠就會有強化珠 應該是這樣講 所以如果說你消五個屬性的話 那就會將五個屬性都變成無屬強化 那這裡就搭配到我們跟大傑一個組合 那他跟大傑的組合會來到雙隊長81倍的倍率 大傑的...雖然叫小傑啦,但我都叫大傑了 大傑他的隊長技能是4.5倍 然後提升2倍跟1.8倍 然後他的效果 比較...如果要到達最高倍率的限制效果是 你一定要消強化珠 那剛好我們奇牙他的隊長技能就會幫你轉出強化珠 所以他們兩個可以說是非常的搭 那目前木屬性比較少 可以幫你每合轉出強化珠的 那當然也有 那就看之後怎麼去搭配 那可以說...可是這樣的組合是最好的 那就是...我們奇牙搭配上小傑 雙隊長倍率其實也不低 而且他每合會幫你...有個隊伍技能在這裡 他每合會幫你轉出固定的珠子 在最底下一橫牌會幫你轉出暗珠以及木珠 那而且這些暗珠木珠還會兼具新符石的效果 如果說你隊員再放下小傑跟奇牙各一張的話 暗符石跟木符石就會...互相兼具效果 所以這裡就是意味著你一定要練小傑複製人 呃...至少兩張 以及奇牙複製人 才可以玩得起來這隊的組合 那這隊組合主要以木暗為主 所以在組隊方面可能也要以木暗的成員為主了 好...那接下來介紹完之後呢 我們來介紹一下他的主動技能 他從技能...在變身之後有雙技能 呃...左邊是EP3 那發動的時候也會將視力轉成暗符石...暗強化符石 並且追打光屬型攻擊力兩次 那右邊的電光石火是...所有符石斬成強化符石 並且...由上...呃...由左至右由上至下反覆觀察 不是...我是說這個的...主動技能...我在講什麼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講什麼耶 有人知道可以在下方留言嗎 我真的完全看不懂這個第二個效果到底在講什麼 那第三個效果是連擊數目加5 我們來看一下電光石火這個主動技能 我覺得非常的普通耶 那...還要消耗EP8可以說是完全的沒有特色 然後電光石火呢 如果說有玩寶可夢的人應該就會知道 這個應該是很普通的...普通的技能 所以我覺得他取這個名字應該也是會很普通的感覺 一點都沒有感覺到電光石火的感覺 嘖...我不知道耶 那...像是這個... 我覺得他的亮點應該會是在第二個效果 偏偏就...我就看不懂那個效果在講什麼 所以...大家如果看懂的話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他的另外一個技能 就是短...呃...短板的轉...攻擊珠子 那如果說搭配小潔的話 那就會轉出攻擊珠子 因為...按兼具木扶石效果可以說是蠻實用的 因為我們...呃...其實可以看到... 雖然說有轉出固定的珠子 那就是最下方有轉出木按固定珠子 但是如果說你攻擊珠子多一點也是一件好色 而且...我們還有兼具新福祉效果 雖然只有25%的兼具 但還是不錯的 好 接下來呢來看一下他的念能力 這一次所有的角色都有念能力 那念能力的發動條件是你的龍科要滿 而且他會消耗龍...龍科的能量 那我們念能力是消耗30%的...能量 那他就可以解除...敵方的隱身技能 我不知道這個要幹嘛耶 解除隱身的狀態 那...呃...如果說你的副隊長已經用大傑的話 大傑他主動技能其實就有一個直傷的效果 我不懂就是還要再...還要再解除隱身的...這個效果到底是怎麼樣 有點奇怪 那我覺得這個就有點沒有什麼太大用途了 以上就是關於...奇牙的...全部分歧啦 所以我覺得老實講對他有點失望 那如果說你沒有抽到小傑的話 其實奇牙就不用抽了 因為有太多可以替換他的角色卡 以上就是關於今天的卡片分析 如果大家有跟我的意見不一樣的話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大家有想要看到更多的卡片分析的話 別忘了訂閱我的鈕記得按下鈴鐺 下次有新的獵人心情報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那我是阿安凱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